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普语老师,Russu 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普语老师,Russu 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详细学习和了解了不难与建筑口号成原因的知识 并且借那个机会,老师提到了一个与建筑口号成原因相对一样的概念 那就是建筑鼻二重原因 但是并没有对此概念做过多的解释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把建筑鼻二重原因作为重点进行详细的讲解 此外,还有辅音字母de,de和roda的发音 建筑鼻二重原因和建筑口二重原因啊,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 很简单,但实时上它有多少区别呢? 就是口和鼻的区别了 但是,一个口一个鼻所带来的影响是天翻地覆的 我们要知道,建筑鼻二重原因 它在发那个完整的原因的时候啊,是用鼻音完成的 可是,建筑口二重原因是完全用口音完成的 那么这一口一鼻的区别,造成的结果就是不仅是发音上的不同 更多的是,它在拼写方式上的不同 好了,我还记得在第四节课当中讲的是鼻圆音的内容 过了这么长时间,我相信同学们也都陆续的做了练习 然后也刻苦的练了,刻苦的读了 对鼻圆音的发音啊,应该不是有太大的问题了 并且也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比较熟悉的话 对这节课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建筑鼻二重原因 它发音的基础就是鼻圆音啊 它这个鼻二重原因的鼻就是鼻圆音吧 好了,现在发音的难度下降了 真正的难度又放在哪儿呢? 那就是背诵所有的鼻二重原因的组合形式咯 听到这块,可能有的同学就感到非常的抓狂 因为,在上几课的,建筑鼻二重原因 一下子摆出了11种 对于每一个人的记忆,相信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 那么,现在老师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因为,建筑鼻二重原因并没有像建筑鼻二重原因那么多样的变化 它的发音形式上呢,也少了好多好多 老师这么说,可能有同学还不信 那么,我就现在给你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一共有四种发音 这四种发音就是建筑鼻二重原因所有的发音形式了 你看到这么清爽的表格,内心是不是一片开心呢? 好了,开心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更加轻松的心态,认真的去学啊 在正式的深度的剖析每一个发音之前啊 老师希望大家对这四种发音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 那我们就来先一起读两遍吧,怎么样? 好,同学们来跟我一起读啊 两遍,不要偷懒 读完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这个鼻音在发起来是不是感觉到更加的简单 更加通顺一些了呢? 好,带着这样的感觉我们不要丢 接下来开始正式的每一个发音的学习 我们来看啊,第一种发音啊,就是 老师又读了两遍 你现在已经总共听到了四遍了 有些的同学你可能会联想 这个它具体该怎么拼写的 但是我先不卖关子了 直接呈现给大家 就是以鼻音啊和哦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怎么样,你是不是有猜 并且猜的八九不离十呢? 讲到这儿呢,老师必须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鼻音是始终不能丢掉的 同学们可能会感到比较不耐烦 会觉得我在说废话 但其实呢,对于很多新学朴语的同学来说呀 对鼻音的感触啊 或者是对鼻音的敏感度很差 因为对于中文来讲,很少存在鼻音的 那么一下子在谱语当中 要求把鼻音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一下子就适应不了了 在读单词读句子的时候 往往就把这个鼻音给丢掉了 虽然你的口型是对的 但是鼻音没有了 这样其实就错误了 如果你不信服的话 那我就举一个很极端的相反的例子 哦,如果说在发音的时候丢掉了这个鼻音 就变成了什么了 哦,是不是 哦,注意这个没有这个鼻音 是哦,听到哦这个发音 你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上级和我们讲到的 渐入口二重原音里面的那个组合 哦啊 这样的话就产生非常严重的错误了 就是完全两个单词 让别人都听不懂了 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语言的意义 所以呢 鼻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无论你日后学到什么程度 一定都要把这个鼻音的基础 抓得很扎实 多练习啊 养成自己一个良好的发音习惯 那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说到练习 那我们就立马开始做一番练习吧 老师给出了一排单词 不是很多 但是很有代表性 在学之前 我们先来读两遍吧 世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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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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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编曲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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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柠檬 好,我们读完了 你的发音情况怎么样呢 希望同学们自检 有些不知很到位的地方 自己再多读两遍吧 看到这排单词啊 老师要不由的给大家多讲一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以RU结尾的名词呢 有比较特殊的例子 我们看第一个 世民、国民 它就比较特殊 它哪特殊呢 它长得不特殊 但是它有一个点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先看啊 世民、国民 这个单词啊 其实在我们日常口语交流当中 不是用的特别多的 它用的比较多的时候呢 一般是在学术上啊 在新闻报道上啊 在政治文件上 或者是在你的民众方面的文件上 使用的频率比较高 而接待到 它是一个单数 是指一个国民 一个市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它变成好几个市民 怎么变呢 它很特殊 但是又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加一个S 变成了Cidadãos Cidadãos 好 说到这儿 有同学会感到不屑一顾 加一个S 是一个很正常的 复数变化形式嘛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其实你可能知其一 不知其二 在普及当中 以RU结尾的名词 变成复数的时候 一般不是加S的 是要变成Ois 你们看到变成Ois 这样的形式的 比如说啊 歌曲这个名词就很普通 Gansang 它变成复数的时候 就变成了Gansons Gansons 然后柠檬也是普通的 它变成复数的时候 就是从Limo 变成了Limois Limois 好 这你就能看出它的特别之处了吧 所以说这个CidaDao啊 非常的特别 还请你记住它 或者写到你的小本子上 画一个重点的符号 复习的时候呢 多读它几遍 新的同学会注意到 老师刻意的没有说Gao这个词 这个Gao它为什么不说呢 是因为它不一样啊 它在变成复数的时候 跟CidaDao 跟Sao Limo 这三个词都不一样 它变成复数 是变成什么样子的 好几条狗 就是Guys Guys 你们看到了 跟哪个都不一样吧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特例 你也要把它寄到小本子上 然后呢 画上重点符号 好了 除了以鼻音A和O的组合方式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 但是它非常的特殊 这两个字母组合在一起 非常的独特 它这两个字母呢 不是两个原因 并且有一个原因呢 上面还没有鼻音符号 诶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都没有 那它怎么变成了 渐入鼻二重原因中的意愿呀 那么好 老师就告诉你答案 它就是RM 大家非常熟悉的RM 记得在第四节课当中 讲鼻原因的时候 RM它的发音就是 原因字母R的鼻原因 对不对 嗯 可是它今天又在这里 再次的出现了 就意味着 它在这里出现 读音就变得完全的不一样了 这个RM 它虽然是没有鼻音符号的 也不是两个原因的组合 但是请注意啊 它在单词末尾的时候 是要发这个音R的 请你记住 是单词尾巴的时候 而相当于那个R 它肯定是不放在末尾的 是放在词中 或者是词首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以RM 作为结尾的单词 还是很多的 所以在发音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把这一点记住 以RM结尾的单词 它发音是RM 我们说这么多了 还不如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啊 呼叫 沙毛 沙毛 同学们仔细听老师的发音 这个M 它不是M 它是M 沙毛 这才是正确的读法 还有其他的例子啊 比如说 放在什么什么位置 飞于什么什么地方 Figao Figao 还有讲啊 说呀 表达呀 就是 Fa lang Fa lang 绝对不是Fa lang 这是一个 影响到你的发音质量上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所以请你把这个特殊的例子 一定要记住 它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老师再次强调一遍 RM 位于词尾的时候 它要发的音是 Ao 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种发音 就是 A A 老师又读了两遍 不知道有同学是不是能大胆的去联想一下 他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频写的 一个是 A 一个B缘音 A和A组合 还有一个是 以B缘音 A和A的组合 这就和上面又不太一样了 变得稍微复杂了一点 这两种组合呀 都反而 A的音 不过呢 在谱语当中 这两种组合出现的情况不是很多的 我们来看啊 以B缘音 A和E组合情组合情织出现的这种 它出现的时候是极少的情况 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学员来说啊 现在只需要记住一个单词就够了 只有一个单词 就是 Gaibra Gaibra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 去医院可能会用得到 因为它是一个医学词汇 意思是 痰痪 酸痛的意思 比如说你的胃痰痪 就是 Gaibra 变成复述的形式是 Gaibra 而它也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就是表示腹泻 好 接下来 还是另一个字母组合形式 原音字母 A和A A和A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A 它出现的几率呢 稍微高一点 有同学呢 见到这个A 可能会感到比较眼熟 因为 在之前 你是不是学到过 父亲怎么说来着 Bai 然后母亲呢 就是Mai了 对不对 Mai 看到了吧 I在此出现了 还有刚才我们刚刚讲过的 狗的附属 是不是 Guys Guys 对吧 好 说到这儿 刚才老师想到一个特别流行的活动 就是当下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 喜欢吃了 现在是一个吃货的时代 所以呢 老师在此就想到了一个词 可能跟吃货本身呢 有一点词义上的微微的差别 但是呢 也是有关联的 就是食量大的人 食量大的人 他用普语的说就是 Babow Babow 哦 这里没有安 啊 你别着急 这个单词变成复数的时候 就变成 Ba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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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作为一个吃货的你 如果不记住这个单词 对得起吃货这个称号吗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EY的组合 还是I 这个组合跟上面那个I差不太多 它只有一个原因 也没有笔音符号 它就构成了这个I的发音 有同学可能就敢大胆的猜想了 是不是又是类似于像 B原因字母发音的那种形式的存在呢 对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你应该猜的是八九不离十了 它的形式就是 AM构成的 I 你是不是看的又恍然打我一下 虽然AM和前面这两个 比二重原因的构成形式完全的不太一样 但是呢 它的出镜率是非常的高的 它的发音就是标准的I 它什么时候发I这个音呢 跟AM也是一样的 位于单词末尾的时候 要发I这个音 老师刚才说了 它的出镜率很高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歧视它 要重点的去注意它 老师举一个单词啊 你就能感觉出来它的普遍性了 比如说BINE这个词 好的 是一个副词的意思 MUIT DU BINE 非常的好 还有的比如说 有 他有就是DINE 你听到了吗 那个I的声音 而不是单纯的N 不是DINE 是DINE 好 还有呢 比如说也 这个副词 这个副词DINE DINE 还有住 居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居住 是VIVEN VIVEN 看到这个单词 老师就不由的想 列出一个例句啊 就是 他们住在里约 这句话怎么说 大家请注意 在这句话当中 VIVEN 和EN 他们同时都出现了 并且距离非常的近 可是他们的翻译完全不同啊 前置词EN 他翻译就是EN 就是B原因EN 然后呢 VIVEN 他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进入B二重原因 EN 所以呢 他们居然放在一起 又离这么近 在发音的时候 就更要注意了 老师再读一遍啊 LSH VY N KIRGIN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啊 第三个 OIN 他的发音 老师再次要求 根据这样的发音 你能猜出来 他的评写吗 老师跟大家一起来 简单的分析一下 OIN 听起来这个O 是在笔音的 那就可能是 带着笔音符号吧 然后 还有一个半原音的 E 好像是在存在的 那么 应该是 原音字母E 或是原音字母A了 他们到底是哪一个呢 所以说 据这么一推断 就有 几种情况 老师 写一下 你们可能想到的情况啊 可能是这种 B原音的 OIN 和E B原音的 OIN 和A 还有就是 刚才同学们 吸取的教训 这个OM的组合 OIN 不过呢 可能你过于精神敏感了 其实真正的 OIN 的发音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间那个 OIN 鼻音的 OIN 和A 所以啊 老师这么一直问大家啊 其实就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 逐渐的 开始树立起来 通过字母的读音啊 判断它的书写 这样的一种能力 因为 过了 葡萄牙语基础语音的阶段之后呢 同学们就很难再去看到 国际音标这种东西了 因为 普语 它本身在发音的时候 是不需要音标的 那么 听音 写字 拼写 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力 所以说 从现在就开始培养 也不是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并且 对于每一个学习者 这都是普语学习的 至关重要的一步啊 然后 OIN 其实它的例子是有不少的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O 还记得吧 以O结尾的名词 它一般变成复述的时候 就会变成 OIN 这里就有OIN了吧 比如说 柠檬 李猫 变成复述的时候 就是 你还记得吧 然后 对于一些 做外贸的同学 可能会经常说到 进口出口这样子 进口呢 就是 INBURDASO INBURDASO 它变成复述的时候 就有这个OIN词的出现了 就是 INBURDASOIN INBURDASOIN 出口是 ISBURDASO 那么 它变成复述就是 ISBURDASOIN ISBURDASOIN 这就是OIN 一般出现的情况 那么 接下来 就剩下最后一个情况 就是OIN了 这OIN它真的是 非常的特殊的 OIN 如果记忆比较深刻的同学 还记得 上节课 渐弱口二重原因的时候 OIN它是一个 渐弱口二重原因的情况 就是O和I的 拼写形式 那它为什么在这节课 就变成了 渐弱比二重原因呢 其实啊 它放在这里 就完全是因为 一个单词的问题 那就是 我们经常要提到的 最常见的一个单词 MUITO MUITO 大家突然恍然大悟了吧 老师在之前几节课当中啊 一直在提这个MUITO这个词 因为 无论是对于初学者 中级普遇的学者 还是高级普遇的学者 MUITO 这个词是永远摆脱不掉的 因为它太实用了 好啊 我们比如说啊 你的工作有很多 有很多工作 就是MUITO DER BARU MUITO DER BARU 还可以表示 很好 MUITO BAN 刚才老师在上面 也提到了 有很好 就很坏 那就是MUITO MARU MUITO MARU 说到这儿啊 老师想通过一句话 再解释MUITO 非常常用的一个用法 那就是 那场车祸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MUITO DER BARU MUITO DER BARU JAH BASO MUITO ZANUS 好 这里的MUITO 出现在最后 MUITO ZANUS 这个MUITO 现在就是表示的是 一个形容词 表示很多的很多的意思 就很多年了 MUITO ZANUS 好了 通过这一番学习呢 大家应该能把这个MUITO 的发音 和前面的那个口二重原因 相区别开来了吧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对这个MUITO 这个单词 另一眼相看哦 它真的很不一般 学到这儿 我们就已经把 建筑口号上原因的 全部内容学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学习 辅音 D D RODAL D和D 这两个辅音是比较特别的 它们是一对 轻轴辅音 相信大家也应该听得出来了 D是轴辅音 D是轻辅音 轻辅音的发音 我从来都不担心的 因为中国人很习惯于轻辅音的发音 而着辅音就是一个难题了 老师再次强调啊 着辅音发音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的声带震动 产生这样的拙音 好了 那我们通过辅音字母的最基本的 发音练习方式 来练习一下 来练习一下 D的发音吧 读两遍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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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遍 两遍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你读的还不是很准确 或者不是很熟练的话 那就再多读几遍吧 关于D呢 只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的 那我们老师将几个告诉大家 你们现在的手放在什么位置呢 先去放在鼠标上 而接触鼠标的第一个器官是什么 是手指 手指就是叫做DED 你看有两个D存在哦 DED 而另一个单词 只跟它有一个字母之差 就是DED 数据啊 信息啊 资料的意思 DED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信息时代 所以说DED 数据 它的商业价值 在市场中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呢 就有一个词叫做DED DED 信息数据 这个词 在近些年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频率 也是越来越高了的 还有啊 你们是不是知道 在巴西有些非常著名的商标呢 老师看到了一个 非常令人仰慕的公司 那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做医疗器材的 叫做Daza Daza 这个公司可真的很了不起 它是成立于1960年 由两个医学院的老师 最初成立的 而随着几十年的发展 可一下子了不得了 就变成了巴西 最有价值的医疗品牌之一了 真可谓牛气冲天啊 好 接下来呀 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下 巴普所独有的一个发音 D 还有另一种发音就是 G 这个G呢 也是巴普跟欧洲谱语最大的不同之处了 而他什么时候发G这个音呢 很关键 但也很简单 就是当D后面跟着字母E的时候 或者是跟着非中毒的原音字母A的时候 就要发G这个音 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学的这个早上好 Bongia 对不对 Bongia D和E相互搭配构成一个音节 就是发生G的音 Bongia 还有比如说思念这个单词 Saudagi Saudagi 那么这个时候D和非中毒的A构成了一个音节 它就要发生G的音 Saudagi 同理还有一个叫大学的单词 Universidade Universidade 好了 你是不是感觉出来了 那么 居然大家这么喜欢巴普 所以说学号这个发音还是很必要的 接下来是辅音字母D D的发音清脆利落 它的发音的时候 是让你的气流通过你的舌尖 爆破发出这个音答 读起来是感觉非常的清爽 我们简单做一下练习 和五个原音字母一起搭配 读两遍哦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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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一组练习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吃了一口凉拌西红柿的感觉 特别的爽口 好 说到D 那么我们就要讲到一些比较有趣而有用的单词 像尺寸 Damanu Damanu 这个单词应该是非常常用的 比如说你去买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 你除了关心价格位置啊 什么供暖啊 这种等等一些因素之外呢 也很关心它的尺寸呢 它要是有多大面积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Damanu 表示这个尺寸了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 叫做Dumar Dumar Dumar Dumar这个单词可是号称 普语动词的几大金刚之一啊 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 它是抓拿的意思 所有关于你抓拿的动作 很多情况下都可以用Dumar来表示了 我们来举一下它常用的一些用途吧 比如说吃午饭 Dumar amassu Dumar amassu 这个吃可不是Gumere啊其他的词 是Dumar Dumar amassu 早饭也是一样的 Dumar Dumar 这个用法还是比较特别的 但是它是必备的词组之一 因为用途实在是太广了 还有另一个词组老师举出来 叫做Dumar amassu 抓住这个箱子 Dumar amassu 抓 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叫做Dumar D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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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抓一个孩子是吗 不对的 它是在抱一个孩子 孩子是要抱的 哪有用抓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Dumar 是强调一个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例子 不过这几个例子是重点的几个 请大家务必的记住它 关于Dumar呢 除了D这个发音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音 它是八扑的标志 就是七 七 它和D的情况差不多的 它什么时候发生 Ci的这个音呢 就是D后面跟这个I的时候 就发这个Ci的音 比如说 Ciu Cia 就是叔叔 我们已经学过了 爸爸是Bai 妈妈是Mai 兄弟是Irmau 妹妹是Irmau 叔叔 Ci的音 应该知道啊 就是Ciu Cia 好了 那么还有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D 后面跟着非中毒的A的时候 他也发Ci的音 比如说这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Ciatro Ciatro 是剧院戏剧的意思 我们比如说那个高大上的歌剧院 彭壁生辉特别豪华的歌剧院 就是Ciatro di Opera Ciatro di Opera 好 如果想说有一出戏 或者是一场戏 就像我们这个京剧中的来一折子戏 那么就是Uma Pesa di Ciatro 这个Pesa是一片一段的意思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剧院 怎么了 Rodda Rodda 它这个发音呢 是一个着剧院哦 所以来说 你仍然不要忘记 声带是要震动的 在发音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要让这个舌面抬起来 轻轻的出破上额 让气流啊 从这两者之间的缝隙之中穿过去 让气流和舌面摩擦 产生这样的发音 同时别忘了 还有声带震动哦 两者相结合 进而产生这个 这个发音 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练习 还是我原因字母 读两遍 怎么样 你的发音是不是标准呢 评判的标准就是 你在多读几遍之后 如果你的舌面有一种 酥酥麻麻的感觉的话 那就对了 因为你的声带在震动 你的口腔气流摩擦 造成你的舌面在震动 你肯定会有一种 苏麻的感觉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 说明你读错了 那么就在根据老师的提示 来多练习几遍吧 我们看啊 刚才我们读到一个 ja 它是副词 表示已经 表示已经过去了 或者是刚刚过去的 这样一个事情 比如说 在一个句子当中 当它在的时候啊 这个动词啊 多数时候都会是使用过去实态的 不过呢 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在描述一个事实 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即使它存在了 也可能是要用一般现代式的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去做判断 好 老师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已经完成了 今天的学习任务 这个ja 你看它的存在 就会造成 derminar 变成成熟式 一般过去时的 第一人称的变位 derminai 对吧 至少它变成了 过去式 derminai 就是因为 ja 它的存在 之后我们看一些单词吧 比如说 janella 窗户 这个单词其实很好记得 你在听课之余 除了专心执志 这个时候 老师建议你抬头 看一看你所在房间的这个窗户 看着它 对它说一遍 janella 也许对你的记忆是很有帮助的 好了 还有一些 比如说 我们可能有的同学啊 学过土木工程 或者做土木工程 或者是土木设计专业的 有关的工作的 那么会对这个砖很熟悉 那么这个砖呢 它的学名叫做 Dijolo Dijolo 不过有些地区啊 会对这个砖 表达成 Blog 这个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表达习惯 根据当地人的表达习惯走 那就对了 好 还有一个词啊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不减肥一族 经常会吃晚饭 晚饭是必备的 那么晚饭怎么说呢 就是 Rendare Rendare 这个单词很有意思 它是兼顾着名词和动词的 我们可以说 Um Rendare 一顿晚饭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去外面吃晚饭 Vams Rendare la Forra Vams Rendare la Forra 怎么样 我们学习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都能吸收了呢 好学到现在 我们暂时结束 你吸收了有多少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做一篇练习吧 来考验一下你今天的学习成果 Dentro dos seus braços meu amor tudo é doce tudo tem sabor te felicidade nem tristeza nem saudad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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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